800元钞票投进了对币机 盒子里离可掉下了一堆10元硬币 总共掉出了多少钱 10个10元硬币 不过在基隆有民众就像这样 换银钱想要夹娃娃 但机器里却掉出了大把硬币 当场把它给吓坏 想说换一百块而已 然后我看了一下 想说为什么感觉出来的数量越来越不对 我跪在地上堵那个洞口越喷越多 然后换个样子把去拿一群帽出来 接那个银钱 看看这多道得用桶子来装的硬币 数一数竟然超过一万五千元 换钱的民众吓坏 赶紧打电话报警 也通知业者钱来处理 还有包了个红包 他包到给两千 原来是因为机器故障 娃娃及业者感谢他把钱归还 还包了两千元红包给他致谢 不过这样的好运气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 那如果是你遇到你会怎样 应该不太可能吧 尤其机器有点故障的问题 还有不少人笑说 这确定是对比机吗 应该是吃饺子老虎吧 还有人问他像这种一百元投资 可以赚那么多钱哪里还能找 这种投资报酬率真的是超高 只是没有想到 这机器意外故障 也意外成了大家讨论的热议话题 记者朱天龙 严玉龙 基隆澎湖报道 没关系了 谢谢观看